交流点来到台北 在这个士林大同区呢 目前气氛可以说是草木皆兵 在昨天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姚文志 他接到了检举说有人疑似会选 对于这个疑似的讯息 他没有经过查证 第一时间就先发了简讯通知媒体 影射抓到了周首逊买票 事后证实这是乌龙一场 让周首逊极度愤怒 今天周首逊说 这个选举为什么要选到如此悲励 选举可以选到这么垃圾吗 选举可以选到这么无耻吗 重话炮轰立委候选人周首逊 通俗对手姚文志乌龙抹黑 前一天姚文志接获检举 疑似有人会选 第一时间发简讯通知媒体 指称抓到国民党会选 事后发现根本跟周首逊无关 他拍到我的照片 既然把跟游染车放的关系 请问这样子 合理吗 他本来以为见烈欣喜 他本来以为他抓到了 结果他发现他自己搞了一个大乌龙 时间回到12号 警方查扣两辆大游览车 车上都是年过半百的婆婆妈妈 询问后发现 这些民众是立委候选人 罗付出召集 要到对手李庆华的造势场和拼场 感到派出所了解案情后的姚文志 超尴尬 因为在浮华市场 那么疑似这个国民党的动员系统 那么他们准备要去参加 马英九在戏子的这个动员大会 那么这个传闻后来地方 很多人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传闻 然后在车上好像有疑似发钱的行为 因为我也是候选人 他也不便来跟我讲的一清二楚 最后证实是乌龙一场 被乌认为买票大队的婆婆妈妈们 立刻被释放 学前敏干时刻 候选人草木皆兵 看着欧阳就开心 中日新闻朱建伟 陈乃宇 台北报老